行政院八月公布明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上看兩兆七千多億 軍事國防預算少子化對策和長兆經費等預算 都是史上最高 對此四號行政院長蘇貞昌到立法院報告 並被質詢 在野黨關注近年台海關係緊張 國防總體預算共編列5863億元 不過立委認為國防部在預算上或制度上 根本不同調 2025年中國對台軍事威嚇評估 你當初說應該盡速恢復到GDP3%的水準 這個不只沒有恢復 它是往下掉 如果沒有特別預算的話 你連2%都不到 這個本來就應該合起來算 所以不是說本來就應該合起來 你的意思就是說 未來都用特別預算來處理 那以前為什麼不需要特別預算 因為有一些買得到的武器等等 是必須是情況跟及時 112年預算2兆7000多億是史上規模最大 但還債金額1110億元也是22年來新高 在野黨立委也細數執政黨任內已經編列5次特別預算 認為此舉已淪為常態化 在蔡總統任內其實就編了5次的特別預算 總total已經到了2兆51030 2兆5038億元 政府一直強調這個財政機率還債最多 但是我們不希望讓大家看到是左手還右手 甚至有借心還救的一個狀況 我們對於每一個預算編列都是非常的謹慎並遵守財政距離 比如我們在防疫的特別預算 比如前瞻的特別預算 我們看到防疫的效果 看到前瞻預算 現在到各地方深受歡迎 另外立委們也關注 兵役究竟需不需要延長 預算一年要增加多少 國防部回應目前正在跨部會研議 至於要增加多少預算 雖然有初步規劃但仍未定案 面對中央歷年新高的年度預算 朝野針對每筆預算都提出質疑 就是要確保每筆錢都花在島口上 有志新聞給你讓體格錄完立法院採訪報導